感谢天师的感谢真师母大德 也感谢各位前贤 我们能够有这样共同学习的机会 那今天我们是要继续来上金刚经 我们已经上到第十七次了 那今天要来到的是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今天是来到第十二 好 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分的经文比较短 我们来读一下 父次西普迪 谁说是今乃至世纪既等 当知此处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 何况有人尽能受辞读诵 西普提当知世人 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话 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好 这一分在讲什么呢 这一分是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到 那个信公福德 信公福德呢 就是不着相就是无相布施的意思 那无相布施呢 所得的信公福德 也胜于着相布施所得的福德 叫做着相福德 那现在呢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来讲 这个布施啊 其实有分 物布施跟法布施 那个宝物布施就是属于物了 物布施就是用有形有相的东西来布施 即使是金钱财物 或者是珠宝 或者是盖一个佛寺 寺庙或者开一个佛堂 或是盖一个瑟利塔 盖一个佛塔 好 可能这些都是有形有相的 它也算一种布施 但这种布施我们称为物布施 那物布施的福德 不如持经的福德 持经叫做法布施 法布施呢 就是你持诵经典 或者你讲经典给人家听 或者是你按照经典所说的 遵照经典来行 来修行 那个都算法布施 法布施也胜于物布施 物就是有形有相的东西的布施 并注重在积极持经的尊重 就是我们叫做经在佛在 当我们要持诵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服装以荣耀整齐 这个是对这个经文 也是对佛的尊重 因为有经文的地方就有佛 应该说有经文的地方就有佛力的加持 那所以我们本身应该要很敬重 所以古人他要持诵经的时候 他一定是如果要在书桌前 他一定是端坐 而且服装以荣耀穿得很整齐 不能随便穿 尤其睡觉的服装 起来之后一定要换装 那如果用睡觉的衣服来 礼佛诵经也是不礼貌 也是犯佛规的 那更何况拿来诵经 因为诵经的时候经在佛在 就好像我们在诵米勒经的时候 应该要知道 我们米勒老祖师 他的大威神力应该就在 那就是经在佛在 那所以我们一定也要很慎重 很慎重 很慎重的意思就是说 要庄重自己 包括你穿的衣服 还有你的态度 等等这些 换句话说 我们这一分就是在说明 经文的那一种法布施 这个 而且要无助布施 那这样子呢 福德莫尊重 亦莫如此 这个莫如此就是说 没有比这个福德更大 非常殊胜的 好 那 季光老师在这边跟我们讲到 五十说教 五十说教 就是说 因为这里是尊重正教 所以祭佛在这边跟我们解释一下正教 正教就是佛在世 佛著世八十年 那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这个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总共呢 分成五十说教 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那是依所说的内容经典来做七分 初十是说华言大圣法 大圣佛法 二十是说小圣四体法 古籍灭道 三十是说嫩年经 四十是说般若 般若是妙智慧 大般若经 那个 很大部头的 五十是说法华经 这个叫做五教说 五十说教 那 这一分叫做正教 尊重正教 就是说般若十之正教 也就是四十 波若时 就是四十 初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 这个 这个 四十说般若 即说般若时之正教 那尊重正教者 即因诸佛菩萨 皆从此经出 也就是说 诸佛菩萨都是从般若经 般若庙智慧里面出来 修此 修菩萨庙智慧 成佛的意思 末法众生 文词 大法 甚难 哇 这个 菩萨庙法 很难 很难懂 所以呢 就觉得 这个 菩萨大法 甚难 说者 听者 皆惜十分尊重 菩萨庙法 说通 即心通 就是说者跟听者 要 以心相通 那这个就是 不容易 要能够相契合 这个就是说者的功力 当然听者的用心 皆惜十分尊重 般若妙法 所谓无量 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 南昭也 所以我们季光老师 在一开始 跟我们解释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尊重政教 这个尊重政教 包括要了解 佛陀在世的时候 讲经说法 有五十 说教 有分五个阶段 那同时 这个政教呢 指的就是般若 因为 因为所有的 诸佛菩萨 都从般若妙法出来的 般若经 般若妙法出来的 所以 所以 要特别尊重 这个般若时 的政教 因为他可以 可以培育出 诸佛菩萨 等于诸佛菩萨 你要修成诸佛菩萨 等于要修这个般若 般若妙法 类似这样 好 我们现在就来 看看 进入这一部经的 第一段 复赐 西菩萨 谁说 世经 乃至 世纪 既 等 好 这个地方在讲什么 这个 简单的意思是 佛再进一步的说 西菩萨 若有人 随便在什么地方 就是 谁说世经 就是说 随便在什么地方 言讲此经 就是说他没有限定 一定要在哪里 只要 有人愿意听 然后你言讲此经 甚至只说了 世纪 或者是世纪 世纪跟世纪 可能不大一样 一记记可能 也有好几句 但世纪就真的是世纪 世纪就真的世纪而已 然后 乃至世纪 就是说 听到说经的人 能够消除忘念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 诵经 如果能够了解经义 进一步再解说经义 进一步解说出来的经义 就讲经说法 人家听得懂 进一步他听得懂 就能够欢喜信寿 欢喜信寿 就能够消除忘念 这一个步一个不得步骤 这个都不一定 那么容易的 有些人诵经可以 但是叫他解经 他不会 因为他不太了解这个经义 有的人诵经 可以 解经也可以 了解经义也可以 但是叫他讲给别人听 就讲不出来 那有的人是说 他诵经解经跟讲经都可以 他讲给别人听 但是别人听不懂 那这样也还不好 还不够 那有人是真的 诵经解经讲经 然后听着不只听得懂 还可以消除忘念 这个就是最 来到最高境界了 这个已经到达 缩通及心通了 就等于说 他能够让人听了 消除忘念 所以这边讲的就是 到达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们济佛 对这里也有一个解释 他说 佛在耶稀菩提夫 若有人随便在什么地方 言讲此经乃至实际记等 使听见的人消除忘念 这个跟这个一样 既佛所解的两者跟本意 我们这样就很清楚 是一样的 好 这里面重点在什么 在消除忘念 此经消除忘念 好 我们来讲一讲 词诵佛经 当然这个诵也可以用 研制编那个诵 那都OK了 就是说有两种方式 词诵 就是依照佛经经文 用我们的嘴巴 专注的诵念出声音 也要诵念出声音 太小声也不好 最好能够念出来 当然也有人 在诵经的时候配合各种的华气 这个儿童读经班 就用一个木仪在那边敲 敲木仪是佛教里头 用来诵念经典经文 最常用的 比如说净土宗诵念阿弥陀经 那就用那个木仪在那边敲 各种的华气 是帮助我们诵念的时候 比较能够专注 而且有一个节奏感 这是一种 那词念 这个就不简单了 词经有两种 一种是词诵有形的经典 就是有文字的经典 另外一个是词诵 无形的经典 那个叫词念 词念是一种圣读的功夫 这个圣读的功夫 没有明师指授 很难做 不太能够做得来 这个圣读就是 你要一守弦观 要守弦归零 然后你要能够 就是守住弦观妙俏 守住菩提心 然后进入太和 那一连串的修炼方式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要开启 显观妙俏 所以以前道家他们在修也是 他们这个显观妙俏是 道家所惯用的名词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才在用 这个道教他们就是用这个名词 显观妙俏是他们 或者是显观一窍 妙俏是道德经里面讲的 观其妙 观其窍 就是妙俏 那后来道教就叫做显观一窍 好 这个需要打开才有办法 词念 你打开了就比较容易词念 教育为之 所以一种是词诵有形 有生的经典 就是说有文字你可以造成念 一种是词诵无形的经典 那就是变成是要词念 词念就是守贤归零 劳酸易马念无生 词念最重要就是让自己 一个妄念都不生 就是说劳酸易马念无生 那个念就是妄念 那菩提的 慈悲的念头当然要有 只是妄念不要有 那个就是词念主要的目的 好 那在这个地方讲到 慈世纪记 我们看佛陀在金刚经里头 也没有说是哪世纪记 那有各种说法 所以 后学的感觉应该也是这样 就是说 应该只要是金刚经的经文 你都可以持诵了 都可以持诵 那如果你持诵金刚经 刚讲了 能够了解经义 并为人解说经义 那功德最殊胜 不过这里还要有 就是说你持诵经义的时候 对方还能够听得懂 信受奉行 然后不生妄念 那个就是最高境界 有人呢 他讲经的说法是自己听得懂 别人听不懂的 那就代表说那个经义的了解体悟 还不够圆融 那能够跟听者相契合 那个是不容易 叫做说通即心通 如日处昔空 这个讲经说法 要能够像六祖慧能所讲的 那吴向宋所说的 说通即心通 如日处昔空 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 听者跟讲者要能相通 所通者是什么意思 这个通是通什么 就是说跟听 在意理的领受上 是以心相通的 就是说我讲的道理 你听得懂 了解得到 而且能够信受奉行 代表说你完全能够吸收 我所讲的 那这样子叫做信受奉行 可以消除妄念 消除妄念 那有些人 他很喜欢听道理 但是听听听听 就放在心里 也没有行在生活 所以他那个效果就有限 就是说变成学问 知识 要变成道呢 那得要行 要在生活当中实践 生活当中实践之后 将来你要讲你的感受体会 给人家听的时候 人家也比较能够信受奉行 这个叫做说通及心通 所以要达到 以心相通 必须要怎样呢 譬如说我今天听了 老师所教的 这一部经的某一些经文 听了之后我就把它放在心里面 然后在生活当中 去实践 去印证 在内德的涵养 在心性的提升 切实去领受奉行 然后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就有了一些感受体会 这个叫做印证 下次呢 你在讲这个经典意义 给人家听的时候 就不会只是 语言文字上的解释 你还可以把你的印证 你的体振讲出来 这个时候啊 就能够比较能够契入人心 能够心心相应 这个叫做说通及心通 以心相通 那说者的心要如日处昔空 什么叫做如日处昔空呢 就像太阳高高光 他只有散发他的热 他的光 他从来没有说 我照到的地方 这些阳光 被这些照到的地方 吸收生长了 所以这些都是我的 没有 所以他只有 慈悲心的付出 没有一种私心的拥有 如此呢 才能够契入人心 就是我们完全的一种慈悲心 没有个人的私心 这种人才有办法 说通及心通 才有办法跟人心心相应 才有办法 好像心如太虚一样 所有众生 有缘众生的心都被他包了 如日处昔空 好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边讲到说 宋世纪记 要做到说 你宋又奉行 又有体悟 又讲出来给人家听 然后人家听了又能够 安住菩提心 不起妄念 那这样子就有无量的功德 真的是无量功德 所以这边就讲 当知此处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皆因供养如佛塔庙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独送 这里的供养佛 佛堂 佛寺 塔 安奉佛设立的 佛设立的叫做塔 庙盖的庙 这些都是物供养 就是有形供养里面最殊胜 你盖个佛寺 或是雕刻个佛像 让人来拜 这里的佛有点像 就是说也有 包括你雕出来的佛像 或者是你盖的佛寺 佛塔 这些等等的 那这一种呢 我来出钱来盖个 雕个佛像 或者是盖个佛寺 建个佛塔 盖个庙 这个叫做有形的物供养 这个叫做物供养 物啊 那法供养呢 法供养就是说 有人呢 尽能受持独送 哪怕世纪记 这个就是法供养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应该知道 甚至天人鬼啊 修罗啊 来做礼善花 叫做天礼善花 这些来供养 用善这个花 可是我们看不到 那是无形的 所以如果各位前行在讲经说法讲的 有人说哇 天花乱坠 这就是很多善很多天你啊天人鬼啊来供养你了 善了很多花来供养你了 因为你讲的太好了嘛 太能够契入人心 应该这样说啦 当你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发心 每个人听的都 哇 这个一个妄念都不生出来 很专注这样子 那就代表你讲经说法的射受力功力很大 很强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看不到 无形的很多来给你善花 做礼善花 你可能都不知道 因为你讲的叫做天花乱坠 这个讲的实在是太好了 太契合人心了 这个他来供养 如供养佛的塔庙一般 皆因供养如佛塔庙这样子 所以可见这里讲的是一个这个法供养 因为有人讲世纪祭嘛 所以一切天人阿修罗都来供养 这样子好像在供养佛塔一样 何况有人尽能受持独送 何况是那种人能够完全受持独送般若经典 当然是格外值得尊敬 就是说有人不只是听一听而已 他这个还持诵 持诵这些经典 那持诵经典就是一种法布施嘛 那这个做法布施的人就格外得到人家的尊敬 好我们来看看祭佛怎么解 那当之这一件的真经 那这一件真经就是你持世纪记 或者是世纪经文 就在此处的身中 就和感动天道的菩萨神明 人道的众生 阿修罗道的恶魔等 都来用花香来给你鼎礼供养 就如同敬仰佛塔 佛像塔庙一般的来供养 所以下次各位姐姐 你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 你跟下面人的眼光在交接的过程 哇他们都听得很专注 而且很乏喜这样 那这个时候应该会发出很大很大的 那个叫做讲经说法者的那种 法布施的能量 那会感召很多的诸佛菩萨 人道众生 阿修罗道恶魔什么天道的神明 都会来给你散花 天理来给你散 当然他们散的花你看不到 肉眼看不到 好 何况此人能受职读诵纸经 以求悟性 好 关于这一点我们来谈一下 先了解一下供养 其实它有几个意思 供养就是知养 供给知养 简单的讲就是供给知养 也可以这么说 供给知养 那这里面就有分饮食衣服等物 这个也都叫做物供养 给佛法生三宝 然后是给父母也算供养 给师长也算供养 给王者也算供养 那你不要说你的朋友 那你拿东西给他 就是我这个来供养你 那就除非你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修行者 大修行者 不然他承担不起 你的父母心可以的 你的师长可以的 你师长要天地精精师 你要报答他 那王者可以 因为王者你可以供养 或者是佛法生三宝你可以供养 那一般的人也没有对你有特别 或是他个人 没有不是一个大德者 就不能用类似供养这个名词 那是不对 他承担不了 好 整瓜 种瓜呢 供养物质种类 供养方法及供养对象 那有各种不同的分类 佛陀的初期教团所受的供养 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为主 这个就是生活必需 那称为世事 那当然也有所谓的五种供养 涂香花曼 焚香饮食燃灯 这五还有瑜伽 这六个就是布施直接 忍辱尽尽禅定 智慧 所以也称为六种供养 那另外花香 樱若 墨香 涂香 烧香 烧香也算 蒸盖 铜帆 重帆 衣服 季乐 等等 也算 一种供养 加起来有十种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佛堂 演那个山山坡 演那个 仙女 舞蹈 在佛堂 其实这个是OK的 因为这也算是 季乐的供养 这叫供养 那塔呢 塔叫做塔婆 兜婆 偷婆 浮屠等 就是安置佛陀设立的 这个地方 那通常都是用木头 跟砖块盖起来的 有一点像一个波这样盖 翻 副波就是翻 起来盖在地上 那样的建筑形式 但是它是塔后来一盖 盖好几层 就一个波盖起来 上面一个再小一点的盖起来 再又小一点的盖起来 就好几层 那所以 佛陀呢 有时候我们这个 这个塔呢 它就包括 佛的降世 尘道 转法轮 涅槃 等地方都会盖塔 那在这些地方盖塔 为了纪念 佛陀 那用堆土 石砖 木头等盖起来 作为供养礼拜之建筑物 那其实两者是有差别的 佛陀设立所造的 这个叫做供养的叫做塔 没有佛陀 没有佛陀设立的叫做庙 称为肢体 那一般佛典中的庙 跟中国传统的庙不太一样 他们的庙其实就是塔 就是塔 好 我们了解了供养之后 我们最重要是要知道说 有所谓的法供养跟物供养 法供养也胜于物供养 什么叫做法供养 法供养就是持诵佛经 并能够依佛法经义而行 比如说我们持诵弥勒真经 如果你能够了解弥勒真经的意思 并依照弥勒真经来行 来修 因为它里面有三宝心怀 按照它来修 能够做到叫做常词聪明智慧心 叫做劳酸易马念无声 一个妄念都不生 生出来都是智慧心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经义来修 来行 做到这样子 那个是最高最高的法供养 而且再配合 把你的体悟讲出来 讲解佛法经义给有缘众生听 而且他听了之后 还愿意信受奉行 代表他听了懂 这些都叫做法供养 法供养 其实法供养的难度蛮高的 诵经只是一个最基本的 那我诵诵经回向 诵个一遍十遍百遍 当然都算法供养 但是最高最高的法供养 是说你还可以讲经说法 而且听者能够信受奉行 而且听者能够不起妄念 那这个境界就很高 那种法供养就非常高了 那物供养就比较简单 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做 你以一切的有行有向的财物 造佛师建佛塔来做供养 这些都算 比如说你开个佛堂也算 我说你发心了愿去建大庙 那也算 然后持诵世纪记的法供养 也胜于众多财宝的物供养 所以我们这一章 其实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说法供养也胜于物供养 哪怕是世纪记也够了 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的无量财宝的那种供养 只要世纪期就衍生过他了 好再过来我们看看 第三段 西菩提当之世人 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 这个讲什么呢 他说西菩提你可知道这种人 就是成就世上第一稀有的无上菩提法 因为他能够宋世纪 而且他能够讲给人听 而且人家能够不起 因为听了就不起妄念 他具有降乎众生妄念的那种功力 这个是非常难的 大家你有没有想过 众生 就一般的人 就常常会有各种妄念 而且心念动得很快 起起伏伏 那烦恼很多叫做妄念 那能够去降服别人 就是降服众生的妄念 那这种人一定是个大修行者 他有办法去降服妄念 所以有时候 我们跟年轻人办一些活动 叫郊外去走走啊 踏青 他们很喜欢 那叫他回来 佛堂听道理 哇 回来人就很少 活动的时候很多 回来听课的时候很少 那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应该是说 他们听了之后啊 他感觉不到那个法的喜悦 就是说他要能够先听得懂 有法喜 然后另外就是说 他来听法的时候觉得很好 因为妄念的心 烦恼的心被降服了 这些除了你说你回来佛堂 佛光普照 讲者也很重要 你讲者你讲出来 人家听了哇 那个妄念 一念多不生 而且充满菩提心 法喜充满 所以这边讲说 你可知这种人是 成就世上第一稀有的 无上菩提法 就这种能够讲经说法 能够降服人 妄念心的人 那真的是第一稀有 因般若人 岂有无上菩提 世间没有一法 可以般若相比 通常要能够降服人的 妄念一定要讲 要修般若法 要讲般若妙智慧法 来给人家听 像金刚经就是属于般若妙智慧法 因为它是大般若经 其中的心药叫做心经 金刚般若佛罗密多心经 order就是这个 好 好 我们看看济佛怎么解 济佛就说 西菩提 可是这种人 这种人就是他会讲经说法 而且他会讲金刚经 哪怕是世纪系 就可以成就无上菩提之法 为什么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之法 因为只要听这种人讲金刚经 讲其中的 不管哪几句 讲出来的那个 射受力 那个法量 法的能量 能够射受人心 让人的烦恼心不起 让人的菩提心被启发 而且菩提心一旦被启发 就会有充满伐喜 这种人我们称为世上第一稀有 也是 然后他讲的法变成叫做无上菩提之法 无上就是更无 没有 更无有一法能超乎其上 这样子的意思 这个无上菩提法 也就是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法 好 所以这边是在讲一个 事上叫做最上等第一稀有 能够讲这个最上等第一稀有法的人 我们常常用大法师来形容 不过大法师不太好 这个应该说民师 这种人就堪称为 在比如说有人很会讲金刚经 他是金刚经的民师 那可以这么讲 因为你只要听他讲 你就会能够了解 能够通 不只能够通 听的时候能够不起妄念 他那个射受功力很强 所以要能够找到这种第一稀有 能够讲金说法 能够讲到让人听了法喜充满 能够很契合 能够不起妄念 哇 这种人很难找到 那个叫做第一稀有 能够第一稀有 讲第一稀有之法的人 所以这里 应是只能持诵金刚经文 且能了解经义 而且且能 且能为人解说经义 那解说且能契入听者 然后让听者欢喜 信受奉行 这个欢喜信受奉行 代表他可以降乎他的妄念 妄念不起 还有他的菩提心会受到启发 另外他能够充满法喜 这样后学就记得 在开三天法会 先佛很慈悲 来灵坛来给我们慈悲的时候 哇 那真的是 那一种射受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 其实诸国菩萨讲 并不是很深的道理 可是为什么射受力那么强 他讲的道理都直接契入人心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能够练就到 你讲金刚经也好 任何一部经也好 要能够这样子的契合 契入人心 就是这种能够直接去启发他的 菩提心 直接能够降服他的那个妄念 妄心 这种人叫做第一稀有 他讲的法叫做第一稀有之法 好 最后一段讲到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则为有佛 若尊重弟子 所以因为法布施是这么可贵 所以这个地方是在强调法布施 就是若是经典所在之处 正因为有般若经典所在之处 就有佛在 那可以说跟佛弟子三宝同在 同居同在 也宛如好像佛弟子一样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好像你在听释迦摩尼佛说话 你也坐在下面 好像释迦摩尼佛在讲金刚经的时候 你也在场这样子 那在场就还有其他佛弟子 你都跟他们在一起 变成同班同学一样 那又有这种感觉 那当你在看金刚经的时候 你就好像在听佛在讲金说话 那当然是非常殊胜 那要知道自心即是佛 我们记佛是这样讲 并不从外得 所以经典所在之处即是佛在 那什么意思呢 经典是语言文字 佛就在心中 所以我的心要跟 讲这一部经的 佛的心要能够相应 心心相应 这个叫做说通即心通 那可以得说 晚然如以佛弟子 三宝同居 就好像佛在上面讲金说话 我也坐在下面 我好像回到2500多年前 当释迦牟尼佛在路野院 在很多地方 在指述给孤独言 在奇述给孤独言 在各种地方 讲金说话的时候 我也坐在下面 这样去听 以三宝弟子同在 焉有不成就之力 如果我能够这样子的话 哪有不成就呢 岂不可不重负 这个字是不重 就是尊重的意思 其不可敬重 敬重 这里是敬重 那个自打错 好 所以这一段 最重要是在告诉我们 经在佛在的道理 佛法经典 具有不可思议的能量 台大前校长李慈成 他做的研究 他就是找那个 有特殊能力的人 有些特殊禀符的人 他用一个黑布袋 让他手放进去 然后写一个字 放在里面 让他用手指 去看 写一个佛的时候 既然看到了 很亮很亮的佛光 这样子 所以让这个前校长李慈成 惊讶不已 然后后来他从这里面去研究 他认为 你看一个字 佛这样子 就有不可思议的能量了 那整部经打开来 那么多字 那个能量有多强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够敬重 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 比如说我们在诵经的时候随随便便 也不够敬重 穿着也不够庄重 场地也不够慎重 心也不够沉静 不够敬重 那我们就感受不到那个佛力 的加持 所以 佛法经典真的不要小看他 他有不可思议的能量 佛经所在之处 就是佛力所在之处 简单地讲了 经在佛在 因此 诵经者应该福以整齐 虔诚恭敬 见诵佛经 如见佛在 当 佛经打开来的时候 米勒 救护真经打开来的时候 你就好像宛如看到 我们老祖师一样 如见佛在 即可得大威佛力的父子 这为什么有些人诵经 好像没感觉 有些人诵经好像 哇 有很大的那个大威神力在父子 其实跟我们的用心有关 就是说包括我们的服装仪容 我们的态度 还有我们的场地 位置 等等 还有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经意 讲解给人家听 这些都有关系 好 那我们这一分虽然不多 内容不多 但是他就是教我们 诵经 或是持继 持送 持继继 也可以降伏妄念 也可以启发菩提心 所以 佛很慈悲 他用尽各种办法 那这一个办法 这一分的办法就是用 诵经 持继 哪怕持继继 这个叫做法布施 用法布施来降伏 我们那个不安的妄念 然后启发我们的菩提心 守住我们的菩提心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最后就做个总结 所以 祭佛的解析第一段 表明 谁说是经的尊重 因为谁说就是 你不管在任何地方 任何场合 你心都可以 讲这一部经 不要说 今天 要看场地 看心情 看人 看对象 当然你可以这样子做了 但是最好是随缘度化 他愿意听 我就讲给他听 人家有求于我们 希望我们能够讲经给他听 那你就讲 有人愿意听 那我们就讲 有些经真的是 你要讲还真不容易 得要有人听 那有人愿意听 虽然我们 已经来到了17次了 那一路可能都有很多人在听 像今天 也很感谢 有50多位在听 虽然没有以前的多 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都比较晚 那有些人可能是 等到我们上传到YouTube的时候 他才听 当然也OK 谁说 世经之处 始终即有如来前生 天道人大阿修罗 皆来 敬仰 供仰 就是说他来给你天以善花一样 如同佛在塔庙的一般 还有天龙八部 神龙 也叫做神龙八部 因为天以龙灌首 所以名为天龙八部 反讲经时 他们都来护华 来护华 因为他来护华 他也算一种华不虚 因为有人讲经说 你去给他护辞 那护辞的话 就是让听者的心不起妄念 让听者不要受干扰 让听者不要有一些 无形不好的来干扰 为什么要有这些来护辞 因为他们是正能量 当我们在诵经的时候 正能量来给你护辞者 这个叫护华 因为他也算一种华不虚 第二段 表明受词读诵此经的尊重 因为无上之菩提华 皆从此经处 叫做经在佛在 因为大家都是 所有的佛 佛菩萨都是修此经成的 求般若经法成的 倘人尽能受词读诵此经 则生清净心 清净心中 无相无助 实为成就 第一稀有之法 所以一个人 能够诵经 诵到一经行 他的心越来越清净 心越来越明了 这整个经意 所以就能够无相无助 甚至诵经诵经 到最后能够讲经 能够让人 听你讲的经 能够心无妄念 哇 那个人就成就 最上帝稀有之法了 如果这种人心中 以为这部经典所在之处 极有佛法 佛在 则 持经之处 及佛弟子三宝 精英尊重的缘故 也就在此 所以 如果我们今天把自己 投身到 我们就在 佛坐下的弟子 在听佛讲经 讲这一部金刚经 其实佛讲的金刚经 就这些内容 如果 我说我们 就坐在 下面的弟子 在听佛说话 也是讲这些字 所以你要这样想 就说我现在看这些经文 就像 佛陀的那些弟子 我都跟他们坐在一起 然后在听一样 那你就会很敬重 很慎重 你就不敢打瞌睡了 因为难得听到佛陀说话 那一种大威神力 那一种正能量 因为有时候佛在讲经说话 就会放光 每一间放光 就讲花花经 有各种的光 有很多的父子 所以那种很殊胜的那种场面 我们就设想 我们就在那种情况下 那我们怎么敢造次 可不敢随便 就一定要很尊重 很敬重 包括你要读这一部经 你除了服装仪容 各方面你要做得很端正 然后打开来 读中的时候 不要歪七扭八 而且要文嚼字 要很清楚 其实读经最好是在佛堂 跪在拜殿前 你一定会跪得很端正 那样子读经是最好 最标准的姿势 而且点着佛灯 然后你跪着在佛前 这样子我们比较不会说 因为有人坐在书桌前 坐在椅子上 有时候嘟嘟嘟嘟嘟嘟 就翘脚了 嘟嘟嘟嘟嘟就歪一边了 嘟嘟嘟嘟嘟嘟嘟 身体就这样扭来扭去 但是你如果跪在佛前 拜殿上 你在诵经根本 你不会乱动 而且会跪得很挺 这样子的诵经是最好 就是它很慎重 因为你要敬重这一部经 经在佛在 敬重这一部经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课 这一部经 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这部经 这一段 内容虽然不多 但是也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一些道理 我们每天都在词诵经 或许读了这一段 也才知道说 原来诵经要这么慎重 就好像下次我们 在读米勒真经的时候 你就要想象说 你可能就是在民国15年 老祖师在那个观音总堂 在佛堂前献出五影山 坐在那边跟你讲 这一部经 你要这样想的话 你就不敢随便了 你就非常慎重 那就这个叫做尊重正法 正教 有时候很多 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我们都常常随随便便 然后换了很多过 慢慢我们越来越清楚的时候 就要越懂得该怎么做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边